出成图档或者是PDF或者到印表机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接下来请你到档案里面的出图 出图的地方 出图的地方这边注意 第一个我要的是印表机的地方 请你点一下 改称PNG 那PNG因为我要的是简报的图 我现在不是要你们给我一个印出去的纸张 因为我们将来是要在PowerPoint里面秀 所以请各位给我一个PNG 那他跟JPG最大差别是JPG会失真 PNG不会失真 OK那你把它点下去 他会问你说你这个PNG 他找不到配置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他有给我们几个选项 那我们就选第一个就好 因为我的解析度不要太高 因为我们要印出去 所以大概是第一个1600×1200就可以 因为我们是在那个荧幕上面显示解析度不需要太高 那当然如果你将来呢 要输出的话你要印出去你可以选择比较大的这个解析度 印出去会比较漂亮 OK我选这一个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第一步先选好 一选这一个 然后二的话呢就选刚刚那个1600×1280 底下也会显示图纸大小 三个的话呢 这边有个出图内容对不对 请你选择什么 点一下 选择叫视窗 好用视窗 那视窗之后他会问你说 诶你的视窗你要印出去的范围在哪里 请你把这个图框有没有 这边不是有个图框 第一点 再选到你的右下角这个图框的端点 这两点 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呢 记得 接下来就是选择布满图纸 然后呢 再适中出图 好这边就这两个一定要勾 先视窗对不对 然后选好一个范围 就表示你要出图的 然后呢 再用布满他就自动帮你把它放进来 刚好布满 然后呢布满可是会偏左或偏右 或者偏上偏下 你就适中出图 这样就完成了 好我们来试试看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 如果你这个图是要放在网页上面 或者是PowerPoint上面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我们预览一下看看 OK 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部分呢 我们出图的部分大概就这样 那因为呢 我们的图可能是比较 我们的A4纸张上面会有铲铁 因为这个 它的 我们的图是4比3 我们的 那个那个A4是4比3 可是我们的图是稍微宽一点点 所以这没有关系 先至少你先可以出图 出来给我至少像这样子 好那怎么出图啊 你先预览一下之后的话 最后呢你就直接按确定 他会问你说呢 你这一张图要叫什么名称 那你就直接好 给你的 这个我想你就给 给一个什么 你的学号好了 比如说你的学号 然后加上你的姓名 加个底线 001 就是你的学号 你的姓名 底线001 你表示说这张图是你的第一张图 OK 还有一个储存 这样子的话就完成了第一张图 这个是第一步啦 但是这样出图感觉还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框框好像太小了 其实应该怎样 刚要把它布满这个框框才正确 好 如果我怕你们还没办法消化了 所以先做出来 OK 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如何可以把这个图框 可以刚好布满这个出图的范围 然后呢 图也可以放到比较适当的大小 来把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出图流程 简单第一步 先可以到这里就OK 就大概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如何把那个图框 可以把它放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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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